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王朝的周历和六年 以及秦帝国设立的监察机制 如同孕育他们的秦岭一般绵延伸展 影响了后世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 王朝命运的跌动几乎与新书的密码 竟在其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秦岭脚下的三千年古城 它在历史上还有另一个名字 长安 依托了古人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 作为中国的十三朝国度 这座城市无意见证了过往的奢华颓废和历史的兴衰轮回 两千多年的文化研变不但体现在这些斑驳风化的城墙壁上 同样也印刻在这些巨石碑林的汉字里 走进碑林博物馆 巨石正般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存 把参观者的时空尺度猛然推进到十多个世纪之前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唐开诚实经 也叫唐实经 刻于公元837年历史四年课程 涵盖儒家十二古经典书籍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大最重最后的实质教科书 《开诚实经》可以说是一个实质图书馆 距今已经有将近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刻在上面的儒家十三经 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类 更是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渊源所在 在碑石上眷刻的周礼当中 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温字 以听观辅之六计必群力之志 一月连善 二月连能 三月连静 四月连正 五月连法 六月连变 这一连串六个带连字的词 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周礼它不但是中国传统 礼仪文明的发端 也是中国历史上 廉政文化的一座高峰 周礼中的六连 就是指 善 能 敬 正 方 变 它是为政者 必须具备的六种能力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 较为系统的廉政官和廉政措施 周礼是西州开国名城 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 而这也是西州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 翻开周礼中的天官种彩 这是一篇相当于西州王朝官员体制 及权力分工的说明文 在周礼的政治设计中 种宰及内朝主宰 总管皇家事故 小宰是种宰的下属 其职能是掌管有关王宫中官吏的刑法 纠查一切违反王宫禁令者 可见 小宰一直有监察和司法的职能 而周礼当中的六连 正是小宰拼定其他官吏的标准 也是有记载的 中国最早的廉政评价体系 六连 这简单的十二个字 源起于三千多年前的西州时期 却又被铭刻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诗碑之上 穿梭时空被古人拣选至今 那我们不禁要问 它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透过这十二个字 我们能否看到它背后鲜活的故事 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 按照中国古代历法 正是农历的甲子日 这一天 也是决定天下与王权归属的日子 西州的击法 带领四万五千人的反商联军 在目前对阵 商州王帝兴带领了七十万军队 实力对比的天平 似乎已然指向殷商军队 但当最后的战鼓雷响的那一刻 战场形势 却瞬间发生了异传 由奴隶 战俘和都城守军 临时组织起来的殷商大军 没有向七州军队发动进攻 反而纷纷回身 调转了根毛剑技 成为反商联军的陷道和先锋 攻向自己的首都 昭歌 周王帝兴见此心事大惊失色 狼狈逃回王都昭歌 登上露台 用一把大火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这一天起 历世五百余年的殷商王朝 轰然倒塌 退台戏幕 周王朝得以建立 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改朝换代 这场一烧盛多的著名奖征 被称为牧业之战 周武王所创造的传奇 也被亲历者 用一种厚重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宝积是著名的青铜西之乡 在岛基这块绝水上上的土地上 出土了上万件的青铜器 陕西历史悠久 三千多年前 周王朝曾在这里建都 留下了大量重要的历史遗迹 据统计 仅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 在陕西省境内出土的商 周时期的青铜器 就多达数千件 其中步伐国宝集中器 为我们研究历史 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可在青铜器上的名文 会称为中顶文或经文 是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 又一种文字 其历史久远 且多为事件亲历者记录 所以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 可靠证据 历鬼 是其经出土最早的西州青铜器 在他的腹内地部 有共计四行 三十三字的名文 详细记录了武王法诏的事件 以及历鬼的来历 根据明文的记载 在木野之斩取得胜利后的第八天 周武王在兰师这个地方 举行封赏大会 给史官丽赏赐了很多的铜锡金术 丽便制作了这座青铜鬼 来纪念这莫大的荣耀 星星的周王朝 用一尊尊精美的青铜器 纪念着夺取天下的艰难历程 与此同时 作为王朝的统治者 也开始反思 丙伤秘惑的原因 他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施政方法 以此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西州人文历史的记录 除了博物馆中的青铜器 还有很多其他的艺术形式 秦枪 这一流行于西北五省的古老巨种 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俗话说 八百里青川尘土飞扬 三千万老陕 共候秦枪 由此可见 陕西人对这种戏曲的热爱 这本戏的名字叫干藏清风 这段表演创的是 西州时的重臣少公 一位清正联名的好官 和周武王的一场对话 少公巧言尽见礼让贤能 并意表为国效忠之心的一个段落 少公 是周王氏的同姓宗亲 他一生辅佐过文 武 成 康四代君王 堪称四朝冤老 为发展和巩固西州政权 偶心力血 西州立国之后 国家初见百废戴心 少公勤政爱民 经常到民间视察百姓疾苦 为庶民解决实际问题 为了不扰民 他只在甘糖树下办公断案 为了不扰民 饥渴了就用树上的甘糖充饥 少公去世后 百姓感念他的仁德 对甘糖树不堪不检 任其枝繁叶茂 以此来缅怀他的仁德 现代人他会把少公 奉为我们中国的连政十足 而六连在他的身上 都有非常集中的体现 最为突出的就是六连当中的连善 什么叫连善呢 善其实就是善其事 就是把事做好了 做好了能够得到 社会各个方面 得到古代君王 得到老百姓 他们的认可 这就是连善 前边看到的这个树 它就是甘糖树 也叫肚理树 今天当人们再次来到 象征着甘糖一爱的遗址工人 徘徊在甘糖树下 似乎仍能隐隐感受到 从三千年前传来的生生教会 是一首缅怀少公德政的宋师 不仅表明了少公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也是对少公爱民情怀和连政思想的勇叹 意思是说 可爱的甘糖树 不要去砍伐他 因为少伯在这里露宿过 可爱的甘糖树 不要去伤害他 因为少伯在这里休息过 少公走了以后 老百姓十分的怀念他 就不允许任何人去砍伐那棵甘糖树 你把老百姓的事当事 在历史上老百姓就会用各种的方式来赞美你 来爱戴你 我们说权为民所用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为百姓服务 这应该就是所有官员 他所应该具有的品质 在古代典籍上书中 有一篇《吕敖》记述了少公 劝戒周武王的事迹 西荣的吕国特产 一种洗心硕大的鳄犬 武王胜伤以后 吕国特意献上了一只 供武王喂养玩耍 武王对吕鳄备感兴起 时常观赏头位 有时沉迷其中 甚至会耽误朝政 时任太保的少公 担心武王荒废朝政 便亲自撰写了《吕敖》 做了一篇治国理政的大文章 后被史学界普遍认为 是中华历史上第一篇 反复畅联的论文 其中的景句 不依耳目 百度为真 完人丧德 完目丧志 不仅凸显了少公 明辨是非的睿智 还用连辨的方式 为后来者 予以警示 不亦耳目百度为真 意思说的就是 不要被歌舞 女色所意识 百事的处理 就会恰当 适当 完人丧德 完物丧志 都是危害政权 长治久安的错误行为 那么这里所体现的 就是六年中的 连辩思想 在少公写绿敖 大约三百年后的春秋时期 一位诸侯国的国君 就因为缺少了连辩的思想训诫 最终遭受到了惨痛的将训 公元前六五九年 北敌部落入侵魏国 持证魏国第十八代诸侯的魏义公 下令军队前去抵抗 却被手下的将领所拒绝 而将不受命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仙鹤 原来魏义公特别喜欢仙鹤 整天与鹤为伴 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境地 魏国的大臣 也曾经多次试图劝解国君 但魏义公不但不采纳戒言 反而变本加厉 处分了境界的臣子 甚至给几只最钟爱的仙鹤 加封了官决 这也导致战争来临之际 魏义公完全无法调动军队 将士们目对魏义公 何不让仙鹤去出征作战 无奈之下 魏义公亲自带兵出征 在赢泽与敌人决战 最终魏义公战败而死 落得一个曾闻古训借情荒 一鹤水之变丧邦的下场 魏义公因为喜爱白鹤 沉沉沉其中不能自拔 结果战败身死 曾闻古训借情荒 这里的古训借情荒 指的就是尚书 讲的这个故事 强调你为政者 一定要头脑清醒 欲试果断 明辨是非 明察秋毫 不要让各种雅号 毁了自己的人生前程 那么连变实践就是要强调 作为官员 我们要一双明察秋毫 分辨是非的眼睛 现代社会 我们面临的各方面的诱惑 特别是在搞 受罪事业经济的这种 大比例下 面临的诱惑太多了 在大事大非问题上 搞清楚了 不犯迷惑 才可能谈到政治执行力 让我们的视线 再次回到西州初原 公元前1043年的一天 悲痛的细分 笼罩了西州的都城封号 这时 周王朝刚刚建立 仅仅两年 开国君主周武王 却突然病入膏肓 病榻上 武王望着年幼的 继承人姬宋 他割舍不下自己的儿子 更放心不下 已经万难而赢得的天下 为了国家的稳定 武王将全部希望 寄托在姬宋身边的 这位大臣身上 他就是武王的弟弟 周公诞 因为这个陈王当时 还没有办法来清政 国家又刚刚建立 为了稳定政局 武王 临终脱孤 周公 临危受命 周武王去世后 年幼的儿子 姬宋继位 是称周承王 而周公以扶政大臣的身份 正式登上 历史舞台 成为这个新生王朝 忠诚的守护者 周公知道 在权力和荣耀的背后 自己还肩负着 巨大的责任 因为天下出定 一切都将是新的开始 然而 此时的周王朝 突然风烟再起 商周王之子武庚 联合衍 九一等商朝旧部 以及西州内部 心怀不满的贵族 一同骑兵叛乱 事称三将之乱 当消息传到封号的西州朝廷 年幼的周承王 不禁大惊失色 一脸惊慌地 看着自己最为仪仗的大臣 周公 那么周公 经历了周政权的崛起 和王朝的缔造 政治经验就十分丰富 武王看着的眼光 确实还是很独到的 天下大乱 必须有冷成治世 这个人呢 就是周公 台国郡主驾崩 殷商后人 富过叛乱 宗室贵族兄弟戏强 一连串的巨大挑战 时刻威胁着年轻的西州政权 在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 周公联合少公 经过周密的准备 亲自率兵东征 西州大军 首先寻找叛乱首领 上昼王之子武庚进行决战 并在殷商旧都昭戈城下 一举击败武庚和西州叛将的联军 随后 周公率军继续扩大战功 在两年内 先后征服 衍国和九一等韩军 至此 三尖之乱 被彻底平息 这是 留存至今的西州青铜戏 秦轨 这件三千年前的青铜戏底部 用名文记录了周公平凡三尖之乱时的历史瞬间 根据名文的记载可以确认 周承王讨伐掩国之前 周公训导妻子大祝伯秦 承王赏赐大祝伯秦经百略 秦用作宝仪 以资纪念 亦有告慰祖先之意 秦轨 彰显了周公必要平定叛乱的决心 他不但用其忠贞清廉的作风 为西州的群臣作以表率 而且还以其非凡的才干 震慑了四方的叛帝 凯歌之中 西州王朝 也终于迎来了建设和发展的和平时期 中共东征了之后 才使西州初年的政治局势是稳定 那么这一个镇定自作的政治才能和非凡的军事指挥能力 实际上就是六年的联统 我们今天选拔干部的时候 要求了是这个德裁兼幣 那么这个才了 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来说 就体现的是从政的能力 一些官员他片面地理解 他把清廉这一底线要求 看作是唯一的价值趋向 甘做太平观 老好人 既不贪不战也不干 成了机关摆设 2019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 提出的好干部标准 完全囊括了连结和能干 这两方面的内容 并且结合时代的特点 深化 创新 是对中国优秀传统 联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周公东征用了三年时间 彻底平定三间之乱 在此之后 西州政权再次分封了 所获的土地 对作战有功的贵族进行奖赏 周承王命令 在殷商的故都昭歌 建立魏国 将其封封给自己书背 康书 在燕国故土上建鲁国 周公的儿子薄秦 成为了鲁国的开国之君 建于这两个新利的诸侯国 都曾经是敌对国的势力范围 而且康书和伯秦 没有统治封地的经验 面对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 为了让康书和伯秦二人 能够明确治理国家的基本思路 周公特意做了康告等文 阐述治国安邦的德政理念 在康告中 周公第一次提出了 明德圣法的执政理念 所谓明德 是统治者要抑制自己的预念 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 以德治国率先垂反 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 圣法则首先要建立明确的法规 为依法断案提供公平公正的基石 其次要继承文王赏善罚恶的做法 很切记以自己的毫无来滥用刑法 使国家司法失去公平公运 在康告里边 周公对康说 实际上要求了是做到两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了 要求康说了是要做的证 行的值 就是行无穷协业 也就是六连里边的连证 那么第二个方面要求什么了 就是要求康说了一定按照这一个法律办事 成为什么了 守法不适 这一个守法不适了 就是联法的基本要求 所以在康告这一文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它的中心思想 就是体现了六连中的连证和连法 两个方面的要求 在周公送别儿子伯秦奔赴鲁国士 他建议慈祥的父亲和威严的上级 两种身份和口吻 向伯秦表达了 务必要情怜谦虚的嘱咐和教诲 实际 鲁周公世家这样记载了这次送别 周公借伯秦曰 我文王之子 武王之地 成王之叔父 我与天下亦不见义 然我一目三卧发 一范三图补 其以待事 有恐是天下之贤人 子之鲁 甚无以国交人 那么周公这一个握法 吐铺 为了不怠慢前来几年底 能人贤色 经常是握着 还没有洗完的头发 那么甚至吐出了 吃到嘴里边的饭舌 来递见客人 那么这个精业奉公的精神 也就是六连里面的联系 联系所强调的是什么了 就是对于国家的事业 是兢兢业业 丝毫不敢懈怠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 是尽之尽早 西周初年 东有周公握法徒步 西有少公甘堂依爱 正是他们二人的合作 才有了华夏的第一个华彩业障 周承王在他们的付出下 以德政登怀天下 以六连约束百官 日前开启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盛世 成康之志的大墨 全国的政治局势了 它不稳定 那么少公和周公 是通过电刑六连 等一系列政治措施 也就是一身作则 事先捶犯 不但挽救了这个危局 而且是开创了 三十年行错 而不用的成康之志 距今两千八百多年前的一天 在西州的青铜器作坊里 一件青铜顶的饭膜 已经初步制作完成 工匠们正在饭膜上 藤克明文 虽然他们都在秉弃宁神的雕刻 但此时的西州 已是动荡不安 从长盛到衰落 西州政权也已轮转 交替了十位军王 刚刚顶替昏军继位的 这第十一位军王周宣王 被视为一代忠心之主 在经历了国人暴动的风波之后 国家政治混乱 国力也受到了重大損失 周宣王册封重臣毛公 掌管国家事务 希望他协助自己治理国家 恢复祖先的荣光 而最终在青铜顶上 显现的三十二行 四百九十九字的名文 则是周宣王 对毛公的阴阴告诫 和围观嘱托 毛公顶的名文内容 大致可以分为五段 其中一段尤为重要 其大意为 周宣王任命毛博 主持国家大小政务 要求他做百官的表率 已经忠于国家 不要拥塞庶民 坚持贯彻政令 实至畅通 做好职责内的各种事务 坚持依法办事 公平公正地考核官吏 敢于直言敬见 纠正朝廷过事 通过对比 人们不难发现 明文中 周宣王对毛公的政治要求 恰恰于周理里面 记载的六连 一一对应 事实上 在国家遭到重大挫折后 周宣王希望可以向方先祖 通过重拾六连 再次振兴国家 所以周宣王就认为 你只要坚持祖训 国家就一定能够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提出了信念坚定 为民服务 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 轻政廉洁的好干部 二十字标准 尽管社会历史条件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六连的思想 并没有过时 他对我们今天加强 廉政文化建设 打造一支好干部队伍 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数百年的时光里 周王朝 已经心衰气落的沧桑变化 但无论怎样 六连思想 都是这个古老王朝 智国理政的核心 但今天的学者 对于六连 一直有一个巨大的疑惑 因为六连中 善 能 敬 正 法 变 这六个字 本身就可以代表 考察官吏的六个标准 但是在后世记载的周理中 却在每个要求之前 都加上了连字 可见这个连字 为安邦之本 那么 这个连是从何而来呢 它又是怎样发展演变 至今的呢 北首领遗址 位于现今 陕西省宝基市 金陵河西岸的台地上 是黄河中游地区 兴石七时期 和养烧文化的重要遗存 在这里 考古学家 发现了 距禁七千多年前的 人类遗址 表明人类历史 已经走入 兴石器晚期 黄土之下 数千年之前的白骨 似乎在默默地向人们 吐露着历史的真相 这些单人俯身葬的墓葬里 有人缺少肢体 瘦骨混杂 在灰坑中掩埋 但也有人 伴有大量的陪葬品 墓葬和王王都会有一些 瓶啊 灌啊 博啊 这些随葬品 可能在当时 已经有了私有观念的存在了 首先 它的出现 意味着原始人的生产力 有所提高 第二呢 当这个贫富出现差距之后 用我们现代人的心理来分析 人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拍笔心理 约到后来 在有些继续 当然就反映得比较强烈 社会的这个分化 就是贫富分化 有明显的表现 然后就是少部分战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拥有很多的人 还想拥有更多 这个拍笔心理的发展 也可能就会出现贪 而联的出现 就是为了治贪 追溯历史 人们会发现 其实文字的发展 就隐含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 作为逻辑型的文明载体 潘与连的联系 从文字的演变中 也可以得到佐证 我们最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 发现了象形文字的贪字 含贝在口 就是贪字的直观形象 贝是最早出现的原始钱币 由此 中国古人对贪的认知 被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而文字学家发现的最早的连字 使用的是西周时期的大传字体 大传 主要是西周版期 普遍采用的字体 这意味着 根据目前的考古证据 中国古代先民 创造出连这个字 应该在西周时期 清代的文字学家段玉才 在《说文解字注》中说 唐之边曰连 就是说唐连旁边的这个石头 平整而修轻 又愣角翘立 据此后人多用连来比喻一个人 特别是官员 有清正 捷径 等高捷的品行和行为 贪是人类心灵的潘多拉磨合 而连则是与之相对的道 贪连之争是邪恶与正义的斗法 很多青红线上面都有滔铁的文士 滔铁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 贪婪的象征 我们都知道滔铁非常的贪吃 甚至是把自己的身子都给吃掉了 只留下了命和生理的脑袋 所以说滔铁它是一种贪欲的象征 滔铁与混沌 穷奇 逃物 并称四兄 是中国古代传说中 四个贪婪腐败的怪兽 但时至今日 有很多专家仍然认为 四兄极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曾经是四个部落首领 因为贪婪 而最终被部落民众驱赶放逐 谭与莲的斗争无以有之 西州又为何如此重视莲 并把它排在官员必须具备的 众多能力之前呢 翻开厚重的实测 我们也许可以从周人 历经图治的迁徙发展中 找到答案 周人是皇帝的后裔 其先祖基契 曾是尧顺时代主管农业的官员 由于农耕部落经常受到 永牧民族的袭扰 所以周部族曾被迫多次迁徙 颠沛流离中 周人愈加坚守团结一致 抵抗外敌的生存法则 前夕到周远大地的周部族 时代以农耕为生 一年一轮回 土地对作物的孕育 让周人明白了天道酬情的道理 付出一份耕耘 便才能到一份收获 他们感恩天地的馈赠 动得贪婪与纵欲 是打破周人 与自然相处的和谐之道 周人更关注明星向辈 敬天保明 以人为本的理念 根植于心 只有以德福人顺应天道 才是生存之道 小邦州可大一伤 因见不远 这是西州建立后 周王氏贵族共同的心理独白 周人也一直在总结自己 以弱小的力量 战胜强大的敌人的背后 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 周人在整个战役的反思中慢慢明白 贪腐昏庸 则会导致致臣敏于统治者 所以西州王氏贵族的统治者 在总结木野倒戈的经验教训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清廉从政 那么加在了六个标准的前面 也就是在这个善能净政法辩前面的是统一加一个帘子 为什么统一加一个帘子了 因为了 帘这是治国理政的基础 治国安邦的基石 周理中的六联思想 突出强调了一个帘子 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年为本 以德为先的图 因为中国历史上 围绕着年征制度建设 围绕着官员的 廉洁的思想的形成 有很多很好的做法 我们需要把它继续发扬 把它变成我们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的 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建立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廉政体系 是关系到政权生死存傍的关键性课题 需要真诚面对 三千年前的西州王朝 在走过了挣扎与发展 崛起与建国的历史道路之后 西州的先线 创造性的总结出了六连思想 完成了中国古代早期廉政文化 由廉变的积累到质变的生化 廉山 廉能 廉静 廉政 廉法 廉变 十二个大字 点定了中国古代历史上 廉政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 他们所蕴含的深刻寓意 一如红中大驴 不缺于耳 时刻警醒着后人 为时代的未来 提供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廉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